今天是一首讓人很感動的電影 稍等的消息 我們繼續來關心 要先來看到是 再來的鑑液水水 白鳳關節 一直讓這個環保團隊來批評 說實在是太過散了 可以說是鳳凌液水 最近這個環保室 中勝台 提出相關的習慣 今天可以有來的既行 然後說聽話 在這個酒店化業這部分 第一次要來關節 然後這個鞍 炭 我們還要用這個塑化 這個跟一些有機的東西 來做關節 但是環保團隊今天 為了完全出面的抗議 說這個關節行動最快就 已經比一些先進攻到萬別 滾到十年了 工業廢水 工業廢水 無毒排放 北平政府 鳳凌有毒的鑑液水 白鳳 環保團隊前往環保室抗議 因不斷 雖然最近環保室 總算提出修正車案 要來加陽管理劫化業 第一次關節暗淡的白鳳 也跟六種塑化水 跟六種有機揮發物納入 不過這樣的關節漢堡跟 先進更加比起來 實在是 照到立法 環保署你經過了兩年的調查 環保署你經過了兩年的調查 環 石化產業就只有這十二種的污染物嗎 我們看國外 美國他們總共管制了石化業 管制了一百一十種 環保團隊批評台灣發展石化業已經有三四十年 不過管理水水的水已經本是停留在農業時代 我們的放流水標準某種程度上還停留在農業時代 養豬的這些產業一樣 實在松散落後先進國家幾十年之久 不過環保署解釋這只是開始而已 環保團隊之處 目前這些工業水水都是順序灌溉的 膏子擺出來的 也就是搭牌 這些水水的化學物質 雖然互合放流水標準 所以要超出灌溉水標準 讓農作物喝有毒的水 如果政府不能停止搭牌 就應該的嚴格管理 讓工業水水處理到 沒有這些蛋白狂 沒有就是工人傷害人民的健康 記者臨著每篇要做台報報道